泰国居然有这么奇葩的学校 每个女生都顶着大肚子 谁的肚子越大 考试分数还越好 但有个规定 就是一天只能上两次厕所 这都是怎么回事 咱们来看看其中一女孩小美 今天的开学日 小美顶着大肚子走上路上 周围的路人看着她的样子 也都纷纷投来了一样的目光 她以为只有自己是这样 却不曾想到了新学校后 小美发现眼前的两个女生 居然也顶着个大肚子 不会吧 泰国都玩这么大吗 这就算了 甚至是看遍整个学校 就没有一个女生不是顶着大肚子的 你要不说 我还以为这是什么中心呢 但在这所学校 顶着大肚子就等于拥有至高权利 平时主动有人帮你拿东西不说 上课光明正大吃个零食 老师都会让她好好的吃 反正学得再差都能给你高分 等课余时间了 女生们还会挨在一起 顶出个大肚子就来几张大合照 别害羞别害羞 咱们都是大肚人 甚至还有专门的瑜伽课 帮每个女生做好辅导 简直不要太爽 可在小美准备等车回家时 有男生主动让躲 并问她几个月了 乃至她却尴尬一笑 似乎有什么秘密一样 然而就在这天 出大事了 一个女生偷偷从学校栏杆处买了个袋子 乃至本来还顶着大肚子的她 没一会就小腹平平 校长看了 都对她破口大骂 可女生则表示 自己不想再穿大肚装 只想自由自在地度日 而也正因此事 之后校内的大肚女生也越来越少 小美看着这一幕 内心也按下决定 她立马打开袋子 里面却装着一瓶泥料 随即她冲进厕所 再次出来后 大肚子已经消失 好家伙 这她压的居然是个广告 泰国在这方面 还真就没输过呀 我的天 男孩吃下西瓜子 子却从身体生根发芽 闭张嘴 大白牙秒变红果肉 疼慢多道 都要电锯来修 在地上一滚 男孩就活活成了颗西瓜人 这都是怎么一回事 故事还得从这盘西瓜开始说起 大清早的 清凉可口的西瓜摆在桌上 一口就砍了个金光 哪只西瓜子落堵 居然生根发芽了 等到早上一睡醒 床上就全是树叶 即使是挖个鼻孔 都能拽出一条绿色的藤蔓 而且不管怎么拔 都越来越多 甚至藤蔓尝到 还把老师给扮摔跤了 随即男孩给赶到校长大 哪只对方扯下她鼻孔的藤蔓 鼻血却成了西瓜汁 哗啦啦的就往外流 看着我都渴了 等去医务室做检查 一看她那瞳孔 现在都成西瓜子一样 而且一张嘴 大白鸭全变红果肉 更离谱了 是男孩体内的藤蔓 还越长越长 拿剪刀剪上半天 都压根不顶用 眼看对方手持电锯步步紧逼 男孩给吓得 冲出门就是一阵狂奔 然而肚子变成磕球 一眨眼功夫 她就怀上了磕大西瓜 哪只男孩给拉去跑五十米 刚起跑 她就在地上猛地翻滚 竟然还变成了 人瓜合一的西瓜人 只见她玩心一起 又是从滑滑梯滑下 又是跳泵床玩秋千 最后男孩一个起飞 居然在空中成了颗真西瓜 只听巴唧一声 她就给摔得四分五裂 哪只同学看着地上的西瓜 纷纷拿起来就是吃 这下可就糟了 人比树懒还慢是什么体验 扎个气球 水就在空中 像被放了慢动作一样 吐了 液体都在空中 画出一道风景线 跑个步 人家是慢跑 她就是终极无敌 超级慢跑 而她 就是这么个 以0.1倍速活着的男人 同事也习以为常 等她倒个咖啡 估计下班了都还没满上 领导叫她过来谈话 人家话都要说完了 男人才姗姗来迟走到面前 派对上 无需请魔术师 就能靠男人的低倍速能力 表演了一出慢镜头 扎破水气球 而看着女神也在现场 男人鼓起勇气想去搭讪 可好不容易走到对方面前 女神就给别人后来居上 可把男人给整不回了 没办法 只好躲在家当的老宅男 哪只新闻忽然通报 说有家饮料公司非法操作 给一款饮料混入过量兴奋材料 能让人跑得比闪电侠还快 男人这一看 随即就跑到饮料公司的垃圾桶 翻出最后一箱运动饮料 只见他咕噜咕噜喝下一瓶 动作就瞬间恢复正常速度 随便挥个拳 叶问都甘拜下风 平时要抹上大半天的寄鞋带到咖啡 现在也终于不着急了 甚至是男人最爱的跑步 五秒内就顺利跑过斑马线 这要换作以前 都得花上一个钟 男人立马跑到公司 想和女神同事表白 乃至刚要开口 要笑就过了 他立马就回到了0.1倍速度 本来就尴尬了 结果饮料喝太多肚子一阵翻滚 呕的一声 男人就吐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还好速度够慢 不然同事可就遭殃 最后 男人想轻了一切 他跳槽来到老人院 这样一来 自己那慢动作 不就和手慢脚慢的老头老太们一样了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三部短片分别叫做 大肚子的烦恼 西瓜子 和以0.1倍速度活着的男人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